对 哦 开心 给大家看一下他们的花 全都是 编织好的 下面这里一捆一捆 这底下是一个非常粗的质感 还非常新鲜 他们很多水分 How much? Buy dollars Buy dollars OK I wanna buy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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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记了 我们给小哥准备的衣服 给他试一下 Woo 真的是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 刚刚好不大也不小 今天我们 把他手里的所有花都包圆了 我们去到家里看看吧 其实大家看得出来 即便他现在穿了两件衣服 还是相当单薄的 看来是 蛮心疼的 现在我们走到了小哥的家里 说实话刚才走了大概十多分钟吧 都是那种各种 我们去看下高地的波非常抖动 还有小狗 哈喽 想不到小哥有个这么漂亮的姐姐 找Bicam 看这个房间吗 这是你的床 这是你的床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小哥睡的床了 就是很简单 下面一个棉木子 下面一个简单的小宝宝毯 就几块木头 变得一些简单的海绵 比较简单 然后这个应该是 Sister Grandma 外婆去的地方 她们还有文章 这就是小宝宝 这就是小宝宝 哦 这是小宝宝 对 这是小宝宝 没有 这里有 有灯吗 没有 没有灯 可能现在这个时候还没有电 毕竟是在山上 这就是出发了 一个很简单很简陋的一个小道材 而且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现在这个时候没有电 在哪个环境 就在哪个环境 就在哪个环境 把它扭下来 就是一个电货 全部家里面 真的吗 你看那些都没有电货 这里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厕所 虽然说简单 但是其实还是蛮干净的 从姐姐口中得知 小哥今年17岁 现在已经完全辍学 每天都过卖花来扛起家里的大梁 所以他12岁就开始卖花了 只不过这一跑就是5年 真的 挺不容易的一个人 要把一架子给养活 他真的很瘦 你们知道吗 他甚至都没有给自己买一张蚊帐 我们真的很幸福 我们生活在这么好的一个国家里 挺自愧不如的 跟着小哥爬了5分钟的山路 来到了童年中的小腹部 清智的山泉水和水里的小生命 一切都是如此的生机活活 就像有句话说的 什么样的地方出什么样的人 但是 见到小哥在水里畅游了起来 仿佛这一切都没变 山 还是那座山 瀑布 依旧在这里 唯一变的是 小哥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个孩童 至少 这一刻 他是快乐的 我也是 您好 欢迎来到 欢迎来到 斯里兰卡 西里兰卡 加油 没有翅膀的孩子只能全力奔跑 或许命运被他的坚持所动容 让所有善良的人看到他 如果有天恰好你也来的斯里兰卡 亲爱的朋友 别紧张 好轻松 因为这是一个 比较微小的过渡 比较微小的过渡 追着那一段处理我能够带来 我们下期见